大家好 有话有反应呢 自己养的这个蟹枣蓝呢 等到秋末冬初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啊 植株呢 这个开花特别的凝乱 而且呢 不整齐 没有一次性开放 都是一朵一朵接着开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它齐齐的开放 开出一个比较整齐状态 开出一个爆棚的状态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做好两步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在刚刚入秋的时候 植株呢 它会长出非常多的这个新芽出来 这个时候的芽呢 是长得特别凝乱的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最好就是给你的植株啊 剃一个平头 像这样子 给它全部剪齐一点 然后第二步就是等到剪了之后呢 它长出新芽了 就像这样子长出新芽了 然后呢 我们适量的给它掰掉一点 这个长势比较弱的芽 比如像这上面的话呢 有两三个芽 或者是有两个芽 它有一个芽的话 相对特别的小 那么像这种小的芽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掰掉 给它留一到两个了 相对长得比较壮的芽 这样的话 后期它这些芽呀 长得会比较整齐 这些新芽呢 等到它后期长成这个比较健壮的新叶了 那在进入花期了之后呢 那么它这个花芽的话 就会在你这个新长出来的叶片上面呢 生长出来 这样后期呢 它这个开花呀 才能够更加的整齐 才能够开出一个爆满盆的效果 其实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给你的这个蟹爪呢 在秋季的时候 给它剪两次芽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给它修剪好之后呢 一定要给它适当的补肥才行 因为没有肥的话呢 你这个新芽也很难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 首先 我们在它这个生长期就是长新芽阶段 一定要给它补充足够的营养元素 这个时候用肥的话呢 大家可以用这种全营养的水溶肥 但磷甲呢 相对比较充足 而且呢 比较适合这个阶段来生长 我们给它修剪之后呢 将这个水溶肥也稀释1500倍到2000倍左右 给它灌根或者喷叶 都能够有效促进新芽的生长 然后等到要进入花期的时候 它要进行花芽分化的时候 我们再来给它补充足够的磷甲肥来促进花芽分化 这样开花就整齐了 所以大家想让蟹甲的后期啊 这个枝叶呢 想得特别的整齐 开花呢 也是特别的整齐 开出爆盆的效果的话 大家呢 在秋季的时候给它剪两次就够了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